本土疫情累计报告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万例 波及全国28个省份 那么为什么这轮疫情会波及这么多的省份呢 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佑介绍说 目前从全球几大洲来看 西太平洋地区是疫情最为严重的 包括日本 韩国 越南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那么由于周边国家的疫情形势特别的严峻 给我国造成了输入病例显著增多的这么一个现状 使得很多省份出现了局部聚集性疫情 而且疫情发生的次数和规模 与2021年 2020年同期相比都远远高出了很多案 实际上境外人员的进入和货物的进入的话呢 它多把这个传播的风险带进来了 而且呢由于阿密克隆的传染性强 那么引力性强就是症状比较轻 那么发现比较困难 使得呢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最早的病例的话呢 就变得更加困难 这也就造成了的话呢 这个这期疫情的话出现了多点的 多过省的这个多期疫情同时发生 而且呢在本轮疫情当中 无症状感染者明显增加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一次疫情一个显著的特点呢 就是没有症状的感染者的比例非常高 那么这种高的话呢 它有这个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呢是奥密克隆这个变异毒株本身的特点 它本身的致病性的话呢 就不像呢其他的毒株 像Delta Alpha Gamma强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是由于呢这个我们国家呀 预防接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 全国呢已经接近90%的人都完成了全程的疫苗接种 那么这些人呢都有一定的免疫力 那么由于这两个因素造成的 使得我们发现的这个阳性人当中呢 有这个相当大的比例 都是呢没有症状的感染者 你像上海报告的这个病例 没有症状的阳性 是确诊病例的十几倍 那么这么高的比例的话呢 就凸显出的话呢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高 吴尊远还表示呢 我国现行的一系列防控措施 应对奥米克戎变异毒株是行之有效的 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发现阻断 及时的治疗 如果能够做到早准快 过去两年 我们只用两周到四周的时间 就能扑灭疫情 那么这样的时间表 还会再次在这一次应对新冠疫情中得到呈现 是的 眼前的疫情只是暂时的 随着防控措施的加强 力度的加大 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是啊 您就像深圳 今天起呢 深圳一些地区呢 像盐田区 平山区已经实现了社会面的动态清零 党政机关 企税单位等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和生产经营公交地铁恢复运行了 那了解到这些信息 大伙是不是和我一样了 觉得眼前的困难就算再大 咱也是有奔头的 是啊 我们一起来加油 加油 疫情面前互帮互助 有温暖也有担当